大家好,我是你们的Pig Brother,朱迪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小伙天生爱放屁 一个屁相当于一个炸弹 最终成为了英雄的喜剧电影 话说在美国2002年的一天 在一个普通的产房内 医生正在给一个孕妇接生 B超显示母亲的肚子里有异样 子宫内竟然无端产生了大量的气体 把婴儿直接崩了出来 这个婴儿就是我们的男主 他天赋异禀,骨骼惊奇 无时无刻不再放屁 父亲经常因为他的屁而倒霉 不过父亲也很聪明 他用一个袋子套在男主的下半身 这样可以把男主的屁隔绝在袋子里 可袋子越来越大 很快就碰到了桌子上的剪刀 浓烈的甲烷碰到炉子里面的明火 直接爆炸 父亲被炸成了重伤 但这难不倒他 他又做了一根长长的管子 帮助男主排气 这个方法似乎还是不行 管子太短了 很容易被扯回屋子里 倒霉的爸爸这次更惨了 直接因为刺激性气体中毒 被送进了医院 最终父亲决定离家出走 母亲没有办法就把男主送到了学校 当然像男主这样的移动毒吸蛋 肯定不受欢迎 但他还是有了一个好朋友 艾伦 艾伦是一个天才少年 智力远超常人 也许他有鼻斗眼吧 总之他丝毫不介意男主的屁 但其他的同学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小胖 小胖是学校里的老大 经常欺负男主和艾伦 不过被小胖欺负不可怕 可怕的是除了艾伦 所有人都对男主退避三舍 这让男主非常的伤心 艾伦决定想办法帮助好朋友 他制造了一个可以收容屁的裤子 无论男主放多少的屁 都不用担心熏到别人 但还是被小胖强行脱掉了裤子 挂在了校门口 这下男主更没有自信了 艾伦再次决定帮助男主找回自信 他帮助男主报名了一个自制飞行大赛 利用男主的屁作为动力 制造了一个飞行器 最终夺得了大赛的冠军 这个冠军让男主找回了自信 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 他找到欺负他的小胖 用自己的屁惩罚小胖 将小胖逼到了森林里面 放出了一个超级的屁 几乎将这个森林毁灭 不过没多久艾伦就被一群神秘的黑衣人带走 男主从此没有了 此时男高音歌唱家博士找到了男主 他让男主帮助他在演唱会上面假唱 当博士唱高音的时候 男主就放屁 果然这个组合很快就火了 很快他们被邀请去了悉尼歌剧院演出 可是这次男主失误了 大家发现了他们的假唱 很快男主因为诈骗罪被告上了法庭 无数证人指证 男主严重影响空气质量 破坏大气层 随时都有可能毁灭地球 最终被判处死刑 没错 你没听错 男主竟然因为放屁被判处了死刑 在行星的时候 黑衣人出现救走了男主 原来黑衣人是美国政府派来的 他们带男主见到了艾伦 艾伦因为天才的头脑 被美国政府邀请参与了太空计划 艾伦认为男主的屁 完全可以解决航天飞机的燃料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大家发现男主的屁 可燃性极高 比目前发现的任何燃料都有威力 最终男主成功成为了一名宇航员 至此电影结束 世界上当然不可能有男主这样的矿石器材 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缺点而自卑 缺点其实是我们没有发现用武之地的优点 只有正是自己的缺点 你才能真正的开心快乐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因为自身的一些缺点而自卑 老弟先来 老弟一直以来因为胖而自卑 害怕被别人笑话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只会笑话我长得丑 根本不会在乎我是个胖子 那么你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我是朱蒂 一直爱看电影的猪 我们下期再见